Hello,大家好,我是Felna 最近有好多小伙伴就问我 在考虑要不要读博士 能不能给一些建议 那么今天这支视频 我就跟大家谈一谈我的经验 然后分享一下我的态度 我觉得女生读博士 可能是在这个人生当中 是一个很大的决定 所以很多女生在犹豫 是工作呀 还是选择继续读博呀 这个呢,无论做哪种选择 我觉得都是有它的道理的 每一种选择 你只要能承受得起 你的选择所带来的这个后果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也不至于说你一定要结婚 你一定要去读博士 什么事情都不一定的 但是主要是你得知道 你自己想要什么 就读博士这个事情来说呢 大家得做好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说这个博士 他可能要花费三到四年的时间 如果能正常毕业的话 是这么一个时间段 那在这个时间段之内 你可能要付出很大的时间和精力 在这个学术上 所以说呢 如果你做好这个心理准备的话 再问一下自己 到底有没有对科研的兴趣呀 每天跟文字打交道 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你对科研有没有热情啊 这个是你很需要考量的东西 如果你对文字不感兴趣 然后对科研就觉得也无所谓了 没那么大的兴趣 那我觉得需要再考虑一下 因为如果你去做一件你自己不是很感兴趣的事情呢 这个是一件压力很大 很痛苦 很折磨人的事情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你的职业期待是什么 各行各业 它都可以上升到学术层次 就比如说你是一个音乐家 或者说你是一个IT工作人员 或者说你是个医生啊 律师啊 都可以把你的知识上升到一个理论层次 那么来做这个理论层次工作的 就是这些博士啊 博士后啊 然后一些研究人员 所以你要考虑到以后 你的职业发展 你是想找学术上面的工作呢 还是说就是为了得到一个学位 我觉得这是有质的区别的 如果你就是很功利性的 我要一个博士的学位 那这个就没什么说的 你就去读就行了 你别无选择 但是在你有选择的前提之下 你是不是对学术研究 这一个工种 这一个工作类型感兴趣 这个是你要考虑的 毕竟你花三到四年的时间 在学术研究上 然后你出来 你找的工作是与学术不相关 那个时候你是会有心理落差的 所以女生呢 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考量问题 就是结婚和生育 如果你未婚未育 那么读博士的话 压力会小一点 如果你已婚已育 已婚已育有一个前提 就是你能不能找到一个别的人 就是说父母啊 或者说丈夫能不能帮你分担一些 带孩子的压力 如果能的话 你读博期间的生活压力也会小一些 如果没有人帮你分担这个孩子和家庭的压力 你的生活也会感觉到压力很大 另外呢就是对于已经读了博士的女生来说 我想应该没有人说后悔读了博士 至少读博士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它知识倒是一方面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它锻炼你的思维能力 你看人带悟的那个角度会变得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读博士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对于女生来说 另外大家做好一个心理期待 就是不要是觉得读了博士学历高 你的将来的收入工资会要比别人高高高多少 我只是说在欧洲这边 科研人员和普通的技能工作人员 他的工资差距没有那么的大 这只是工种的区别 你是工程师 医生 研究员 还是餐厅服务员 我觉得这些工作都是平等的 每个人为之付出的时间与努力 都是值得被尊重的 所以在工资待遇上 不会有太大太大的差别 很重要的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喜欢什么 有的人呢他喜欢去想一些东西 他喜欢去把它所想出来的东西 落实于纸上 并且呢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别人 我觉得如果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工作呢 科研研究是非常适合你的 但是如果说你就比较擅长于实操 我觉得你可能就更适合于 技能性类的这个工作 接下来就分享一下我 作为一个女博士的经验吧 我当时选择读博呢 也是一个机缘巧合 我当时读完硕士之后呢 心里有一种声音在召唤我 就是我硕士的课题虽然结了 但是我觉得还有继续往下发展的潜能和必要性 然后我就觉得那么这个博我到底是要读还是不读呢 不读的话我心里可能有些虚的遗憾和失落 那么读的话我要付出三到四年的时间 我在想如果三四年时间出来之后 我的年纪都大了 然后再找男朋友的话 结婚生孩子 我的步伐会比别人落后很多 会有这方面的考量和顾虑 最终决定也是要去读这个博士 就想着先不让自己后悔 读了博士之后呢 我就觉得当初的选择没有错 至少我觉得我是在成长的 在这几年的时间里 我觉得我的思维啊 觉悟啊 以及各方面 我觉得都是在成长的 而且对事物的认知 待人 接物 可能会觉得高度跟别人有一些不一样 当然我这是站在社科类博士的角度之上谈这些问题 就是理工类的博士 我不太清楚 因为专业方向差距实在太大 而且读博士呢 他也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神秘和那么的困难 至少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我还是完全能够驾驭的 读博士的话我就这么来形容吧 就是你付出的给你收获的一定是成正比的 也可以这么来理解 就是说读博士的过程所带给你的远远要比读博士 拿到一个doctor的title带给你的价值更高 那就谈谈读博士这件事情 它到底是不是一件神秘的事吧 其实我觉得读博士一点都不神秘 它只是在做一个科学性的工作而已 科研工作它也只是工作的一种嘛 那么每一种工作都有它特定的技能和技术要求 你会的这项技能就成就了你的职业 一个医生我估计他也可能不懂水暖工这些事情 一个程序员他可能也不懂手术刀这些事情 所以书业有专攻当你把一个工作工种发挥到极致的时候 那么我觉得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享受的 所以如果你有打算去读博而你正在犹豫 不要再犹豫了 虽然说这个机会错过了还有其他的机会 但是我觉得读博士的人才会懂读博士的欢乐 欢乐是要远远大于悲仇的 另外就是如果你内心有一个学术的憧憬与愿景 那么我也建议你读博士吧 因为至少对得起自己 如果你确定你自己是一个没有学术报复的人 那么我就劝你再考虑考虑是不是要读博这件事情 我觉得享受过程最重要 无论你选择读博还是选择不读博 我觉得它都有它不一样的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带给你的才是最珍贵的 好了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这期视频 也希望对于那些正在犹豫和徘徊的人一些建议 希望你们都能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 好打算申请博士的和已经在读博士的 希望你们学业生活一切都顺利 我的频道会不定期分享我在欧洲的所见所闻所想 以及分享一些科研小技巧 希望大家订阅我的频道